联电前董事长曹新成去年喊话要捐出30亿强化国防 却遭到律师林献童直一市空口捐款向法院提告 但对此曹新成也在领书回应 说这钱当然有捐 去年9月联电前董事长曹新成公开喊话要捐30亿 强化国防 到底捐了没外界很关注 他甚至为此被告上法院 知名打扁律师林献童认为对方空口捐款 没兑现承诺自扰台湾社会 自述提告曹新成诈欺得理罪 曹新成也不是省油的灯 一号脸书发文 文章一开始就写下钱捐了没 他说自己不是公务员也不会去竞选公职 没必要告诉任何人他有多少钱 怒枪可不要太小看他 按指捐30亿绝对没问题 还说这几天又要再汇款2000多万元 但不是捐给预算已经很多的国防部 至于自己因为这件事吃上官司也是事后才知道 捐给谁捐多少 曹新成说不能对外透露 毕竟打任之战保密很重要 只不过这回曹新成被控空口说白话 挨告上法院最后被法官驳回 但律师仍不放弃提出抗告 看来两人战火未完待续 记得综合报道